你们每一次都在听我讲 开一个Franchise需要多少钱 今天有一个Franchise 从Johan Speaking Academy 跟Zuna做一个联办 小小演说家制代言人课程 刚好他们的Franchise也在这边 我们来去访问他们一下 走 你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久了 一年吧 一年 我想2022年就开始下路 大概要一年吧 你是怎样去了解到Johan Academy I got to know through a friend 然后他介绍我 我很幸运地知道Johan and Cherry 希望可以增加孩子 为公共语言语 我们是有网上学习公共语言语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我觉得 诶 我如果把这个课程带去新山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就approach了Johan 那我之前本身也是有参与类似的演讲活动 但是就没有说去真正是教小朋友 那通过我先生的朋友去认识 Johan Speaking Academy 之后 我就觉得 诶 可以把自己 所知道的 所学会的 去教给小朋友 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我的学生从一开始来到我的Center的时候 他是不甘愿开口 然后到现在每一个星期准时到达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 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在舞台上 有一位学生他跟了我大概有一年吧 那他一开始来上课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孩子 那他来了一两个课程之后 我就发现 诶 他好像有慢慢开始打开自己的新房 然后我们的教程 其实就是我们用鼓励的 跟他说 你是可以的 就算你做得不好 你也可以再加油 我想请问你的Acadivity 是在哪一个location Eco Botanic in Johor 百合花园 Taman Monic Center 是在 Y保 我们的分行在以下地区都有 你们每次都问我 这个Franchise Business到底赚不赚钱 赚钱的东西 没有人会跟你分享 如果那个生意不赚钱 没有人会去做 关注我 我是Danny 带你了解IP跟Franchise世界的连锁顾问 记得点赞关注哦